记者亲历念一句符号 高弥陀佛立刻出现空中 曾经有一个年轻人 他是杂志记者 专门为他的杂志采访灵异事件 有一次 他所要参访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观落音 这个大家知道吗 知道的请举手 哦 你们年纪轻轻都小的观落音 连友达电视看过 既然这样 你们就晓得观落音的情况 我也曾经见识过 只是很少看电视报道 观落音就好像看电视一样 一方面看电视 一方面还可以跟旁边的人讲话 观落音时双脚不是踏在地面上 是他在一张符咒上 眼镜用毛巾蒙起来 毛巾里面也是用符咒把眼镜蒙住 司法的人是一般道士 就在旁边敲木鱼来持咒语 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 如果他的脑海中出现异景的话 就要告诉持咒的人 持咒的人就晓得已经进入阴间了 然后 他会再换持另一种咒语 把他引导到这个人所希望的境界 比如 他想看自己在阴间的亲人 或看他的命运 所以由种种的咒语做种种的引导 这个年轻人二十几岁 他去采访时也亲自当场体验 现场大概十个人左右 没有一个进去 只有他进得去 他想去找找他的外婆 因为他从小是外婆抚养长大的 找找找 在一个很偏僻荒凉 而且很寂寞的地方 有一间间很低矮又不华丽的小房子 在其中一个房子里面 他找到了他的外婆 祖孙难得在阴间见面 觉得很兴奋 有说不完的话 这个倒是在旁边说 你问外婆缺不缺钱 缺的话现在立即烧 他就能够立即得到 不会被其他孤魂野鬼抢走 他就问了外婆需不需要钱 现在可以烧给他 当他这样问的时候 心里灵机一动 想到既然要烧纸钱给外婆 那这一句符号供得很大 就念了一声纳姆阿弥陀佛 本来在那种地方是不让人诵经持咒 也不能念其他的符号的 因为诵经持咒或念符号恐怕会干扰 障碍他的过程 他这一句符号一念出来的时候 立刻空中出现阿弥陀佛 而且 更迷陀佛手中抱着珠宝箱 同时 这个珠宝箱也已经在他外祖母的怀抱中了 而外祖母所穿的衣服 笨石变得华贵 像菩萨的衣服 相貌也变得很庄严 所穿的鞋子是纯金的 他外婆把脚举起来 让他看到这双鞋子像黄金般的光亮高贵 他把这一事件告诉我 我就问他 你当初念了几句符号 他说 只念一句 我又问 你怎么不多念几句 他说 没有想到 因为他不是念佛人 如果是念佛人 则不管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 遇到什么事情 都会不假思索的 心中意念着佛 或是口中称念佛名 而那个时候会更加的持续念佛 但他不是念佛人 他只是因为采访宗教的灵异事迹 所以晓得这一句名号的伟大而已 我们在阳间念佛 好像很平常 没有什么奇特的 看不到我们身上放光 也看不到阿弥陀佛显现在空中 但是阴间念佛就不一样了 阴间念佛佛力出现 而且阴间的人一听到 或者是一念初 相貌立即转变 因为一般人福报和智慧都是不足的 念佛会增加福德和智慧 尤其是在阴间念佛 相貌会立刻改变 这当然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慈悲 把功德累积在这一句名号 假若我们一生中要以自己修行 累积种种的善事功德 再怎么修都不及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因为这一句名号是万的 是所有功德都已经成就 容纳在这一句名号里面了 所以 我们不论怎么样念佛 他本身都具足所有的功德 文美惠律法师 那个英灵说一念佛 刚弥陀佛就在头顶了 真念使能的真感 我们要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 你要真念佛 真就是你认真 你专心 你用成精的心去念这句符号 不能含糊 不能马虎 更不能散乱随便 所以你认认真真的念 就能得到真实的感应 你念佛的时候 哥弥陀佛就在你面前放光注照你 你就得到加持 你就能业障消除 冤亲债主在旁边也都看到 对你都敬佩 不敢找你麻烦 这是真的 念佛的时候 一切冤亲债主他都敬畏你 因为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因为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在今年八月份 我们在圆明寺参与主办青年学佛下令营 我想很多同修也参加了 这当中出现个状况 就是有一个英灵附体的现象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众曾经度过胎 结果这个英灵就找她 附在她身上要她的命 所以她自己已经控制不了自己 完全被英灵控制 她自己拼命打自己的肚子 嘴里还说我要打死你 然后想跳楼的意念很强 这是英灵来报复 结果一公同修把静云老师找去 静云老师劝她不要报复你母亲 她不听 最后给她念观世音菩萨 念观世音菩萨念住念住 她就下来了 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力就是这么大 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力就是这么大 后来这个人醒了之后 她自己也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大家一看 因为她是住在世慧文中学 还不是住在阎民寺 那个英灵是在世慧文中学 附在她身上 所以就赶紧把她调离 让她晚上在宾馆 跟我们法师住在同一个宾馆 有什么问题 晚上出现什么状况 我们也可以帮助照顾一下 结果在回来宾馆的路上 那英灵又上身 当时旁边有个童修看到之后心里还一惊 那个英灵说我上来了 声音都变了 然后这一宫吓得拼命念阿弥陀佛 结果英灵就说你别再念了 你再念的话 你看阿弥陀佛就在我们头顶了 我就得下来了 这一宫心里想 我正是要让你下来的 所以就使劲念佛 念到后来她真的下来了 你看佛号的加持力这么强 我们想 这是别人给她助念而已 就得到加持 更何况我们自己念 所以真正念佛人 他不会有愿侵债主找他麻烦 凡是有愿侵债主找我们麻烦的 我们自己要忏悔要惭愧 自己没有真念佛 文美定弘法师 天眼观看念佛人头上放光 光明中有阿弥陀佛 念佛人头上放光 光明中有阿弥陀佛 非常慈悲 光明灿烂 明朝万历年间的连池大师 净土宗的第八祖 连池大师还没出家的时候 是姓沈 在家时就有学佛念佛 有一日 他的隔壁有一老人过世 他的子孙为他迁王 迁王的时候 先婆替王者说话 他觉得很稀奇 连池大师还没出家的时候叫沈居士 他也去听那个人替王者说话 他站在旁边 后来想到我是念佛的人 现在我没有念佛 这样不好 自己的心随时就提起正念 心中在默念阿弥陀佛 继续在念佛 他一念佛 那位先婆就说了 像沈先生这样用功 这样修行 就不必烦恼不会做佛 将来一定能够成佛 沈居士听到 向来说 我默默地站在这里 你怎么会知道我有修行 先婆就说 有啊 我知道现在你在念佛 你怎么知道我在念佛 先婆说 你心里一念阿弥陀佛 你的头上就放出光明来 光明中就有一尊阿弥陀佛站在那里 非常慈悲 光明灿烂 所以我知道你心中在念佛 由此可见 我们凡是念佛 我们头上就放光 头上就有一尊阿弥陀佛在那里 实时加持我们 正弃族的人头上也有光 但比不上面佛之人头上发的光 所以有人说晚上走路 一个人走会怕的时候 就认真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就不会怕 若一念阿弥陀佛 头上就放光 光明中有阿弥陀佛 所有的邪魔鬼怪都会远离 就不会伤害你 所以念佛现在就得到广大受用 头上实时放光 佛实时在头上来加持 这是非常难的 心成者放大光可包住地球 心不成者放短小微弱光 有一位法师到美国去弘法 当法会结束之后 有一个美国人向这位法师自我介绍说 他是学神通的 所以他有某一种神通 能够看出凡是称念那某阿弥陀佛的人 口中都会吐出光明 诚心念佛的人 他吐出的光明非常之大 大到能够把整个地球包起来 不是诚心念佛的人 他口中的光明是扑一下扑一下 很微弱 这个美国人因为这样 就说我看到了这种殊胜的境界 所以才来学佛的 在念佛感应录第一集里面 就有专门的章节 列出念佛必定会放光的十几件故事做证明 由这些证明就可以晓得 我们在这个佛堂开怀畅念的每一声符号所显现的光明 是不是都包满了整个地球 念佛人有四十里光明逐身 经典上说念佛人有四十里光明逐身 也就是说 念佛人身上有照四十里那么远的光明 我初次看到这段话 就觉得很难得 很不可思议 只要我们张开嘴巴念佛 不假其他功用 就有那么大的光明照耀在我们身上 与我们同在 可是事后一想 觉得四十里光明看起来很大 其实很小耶 为什么 因为我们起心动念都会绕遍整个大宇宙的 起什么念头 善念 恶念 任何念头 当下就跟宇宙的那个境界相感通 好 我们所念的这句 那摩阿弥陀佛 他是光明之佛 他的光明是变照十方世界无有障碍的 那我们念这句符号 我们的心岂不是随着六字名号变满整个宇宙 而我们的心也变满整个宇宙了 是不是 那么 这句名号是光明 可见我们变满整个宇宙的这个心的光明 同样也变满整个宇宙才对 所以就不只是四十里光明而已 名号就是佛体 名号就是光明 能够消除罪业 刚才所说的这个学神通的美国人 他说虔诚念佛的光明 几乎可以包满整个地球 那真的是有道理 那么 不是很虔诚念佛的人 他的光明就比较小 譬如说每个星期六都有参加超见的莲友来这里念佛 有的莲友带着小孩 小孩大概不晓得念佛的功德是可以超见祖先的 他哭坐在那里 很无聊的动来动去 嘴巴不是跟大家在念佛 我儿才张开几次而已 我想 那一种应该就是所谓的不是虔诚念佛 他还是有光明 不过 他的光明应该是扑一下扑一下 所以 夏品夏圣这一段文的第二点的启示就是 名号就是佛体 名号就是光明 因此能够消除罪业 能够解除冤亲债主的障碍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